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又跟大家講娛樂新聞 說李佳心 佳心BB 跟拍拖六年的陳炳傳 之前傳出分手 雖然雙方都沒有親口承認 但隨著李佳心搬走了 自己搬到紅磡那邊住 應該都沒得搬 最近盛傳陳炳傳 一直努力想挽救這段感情 但有消息指 原來李佳心已經有人追 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城中富豪 出錢出力展開追求的攻勢 說去年聖誕節 邀請了一大群人上門開派對 更不適大陣仗地租了人造雪機 在豪宅花園落雪 炮製了一個浪漫的日本雪景 為何一定要是日本雪景 加拿大也落雪 不要緊 他這樣寫 還講到明想想想李佳心 不過昨天李佳心問到這件事的時候 李佳心就說 其實不是事實來的 沒什麼好回應 李佳心就說不是事實 真真也好 假也好 我覺得舊的不去 新的又怎麼來呢 有對的就發展一下 不過網友經常都很流行 在下面留言 我一講李佳心 他就在下面留言 有什麼機會來 這次怎樣 輪到我了 那些傢伙在下面說這些 你那些傢伙 人呢 去那些尼泊爾嗎 快去那些去馬 去追阿佳心BB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有借口 又說窮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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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馬 我跟大家講 我跟那些網友講 你喜歡李佳心 窮是不關事的 李佳心自己都有錢 要什麼要你的錢 你知不知道李佳心想要什麼 他想要的 是一片真心 你用一片真心 他跟他表白 你說佳心BB 雖然我很窮 但我有的是一片真心 你接受我的追求 你是這樣說的 不過當面去 我怕會嚇到人 DM他 算了 一天退一步 你DM他 CAP圖給我 當表白 你了一件心事 記得不要發射照片 OK 今天就來到這裡 因為那些網友 之前我一講李佳心 就在下面留言 或者DM我跟我說 有什麼東西 要去買 有什麼機會 終於輪到他那些 你們不要亂縮 你是才好說的 現在李佳心 是有人追的 機會又真是第一次 大家不要亂錯過 最好就跟他剛才說 錢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你一片真心 我自己講到有不亂笑 真的OK 今集就講到這裡 沒有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